經過13個小時的復訓 晚上11點涉案的黃姓婦人 在高雄地院才准積壓禁件 而郭姓男子則是以6萬元交保 強調自己沒有犯罪 郭姓男子在後保期間 打了好幾通電話 終於聯絡上親弟弟來幫他伴保 而情侶黨的另一位黃姓女子 15號早上移送地檢署復訓後 以公共危險和過失致死 生涯禁件 黃姓女子壓低頭 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發抑鬱 火災發生之前兩人發生了爭吵 郭姓男子說當時在喝酒 跟女朋友吵完架之後 心情差騎車離開現場 而黃姓女子說有在屋內燒檀香驅聞 警方查扣了一個香爐 原本是南方放檀香使用 而女友把她移到兩個八寶州的鐵罐 一樓的起火位置沒有電線 所以排除了電線走火的可能性 關鍵就在於情侶兩個人到底離開前失火了沒 從監視器發現火勢變大是在凌晨2點45分 但黃姓富人公稱是2點30分前離開查具行 所以到底故意營火還是不小心 這期間就算檀香余境沒有好好收拾 也是會先悶燒 但黃姓富人一開始她說香灰倒在垃圾桶 是否燃燒不完全引發火勢 後來又改口香灰有帶走 警方進一步問細節一下子又說忘了 說辭反反覆覆加上查具行有擺放卡士瓦斯罐 如果一有火源很快就會引爆 警方調查認為郭姓男子明知女方有點香不熄滅的習慣 卻沒有提醒或多加留意就離去 有未善禁管理人維護責任的嫌疑 而黃姓女子疏於注意 沒有充分把香灰熄滅 導致多人死傷 只是案件稍微癥結 還會再傳人訊問 釐清真正原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